各位请翻开111页 我们正式来上经文 各位请看第二行 善知识 既归 自三宝尽 来 各位 不是 不是 我还错 109月 好 各位看第一行 善知识 金花誓鸿誓愿 更以善知识受无相伤归一戒 善知识 归一绝两足尊 归正离异尊 归进众中尊 好 各位我上次有做过一个调查 还没三归一的举手 好 放下 已经三归一的举手 好 放下 来 我请问你 你三归一带给你什么好处 没有 一个行事 对不对 各位 如果 如果凡事都是一个行事 对 行事 这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 各位 如果每天早上跟父母亲 对 请安 然后晚上呢 也跟父母亲问好 他是一个行事吗 如果他是一个行事 这样算是笑吗 这样也不笑嘛 对不对 所以 各位 你们每个人都有三归一 但是你们在三归一当中 并没有得到受益 并没有得到受益 我甚至只有听到人家这样跟我讲 哎哟 师父 我以前没有三归一 所以说常常遇到一些倒霉的事 这种三归一之后呢 一些倒霉的事都不容易发生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是释迦摩尼佛的什么 弟子 打狗也要看主人 这样对不对 一些无形的都不敢给我卡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我是释迦 我什么人 我是释迦摩尼佛 我教老婆 我是释迦摩尼佛的名号 你们这些算老子 对不对 连无形的都不敢靠近我 各位 各位 如果你三归一 只是因为 这样 你的认知只是这个样子 那你就是误会三归一 你真的太误会三归一 诸位今天所做的任何事情 他都有很深很深的意思 那如果你不明白意思 你要赶快了解 三归一的内涵 把三归一的内涵 讲得最好的 从古至今公认的就是六祖 你包括后来很多人 在开示三归一 都是按照 都是按照六祖谈经的角度来开示 所以大家 大家不要只停留在现象 而不知道它的含义 各位 它的含义就叫做蜜义 这秘密的蜜 它有很深的含义 这叫做蜜义 就像诸位 就像很多人经典一打开 他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譬如这么讲 假设你看过 假设你看过《华华经》 它的续品 当续品一打开的时候 你一定会看到很多的菩萨 但这其中有两个代表性的菩萨 一个叫做文书 一个叫做弥勒 其实你只要看到这两位菩萨 你就会修行 文书代表智慧 弥勒代表什么 弥勒代表什么 文书代表智慧 弥勒代表什么 弥勒代表意识 所以弥勒菩萨在讲为识 这样了解吗 一个代表意识 一个代表什么 智慧 意识就是凡夫 对 那智慧就是圣者 诸位 现在大家就是用意识 你想要用意识来测佛智 了不可得 所以很多修行都跟你讲说 你要转世 成智 就是这个意识 这就是美国 你要转意识变成智慧 所以他们两个出现 其实你会看的人 他里面就有很深的东西 因为当然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不讲华华金 我只是跟你讲说 你要知道他的秘义 你不要只要 你不要只看到他的表象 他的表象里面有很深的 有深很深的华意 所以叫做表华 表就是表象 华就是华意 所以叫做表华 那各位那一样的道理 比如说你所归的 那我先问一下 我先问一下 来你归的佛是哪尊佛 观世音菩萨 释迦摩尼佛 你归的法是什么法 佛法 你归的僧人是哪位 释迦摩尼佛在哪里 释迦摩尼佛是没有 当上一尊佛像 那法 法现在在哪里 不要啦 你要谈四项 麻烦你全部谈四项 你现在心里就不是四项 懂吗 法在哪里 这本就叫什么 你归哪一本 那你归的师父现在 在哪里 能帮你什么 没有 那你归一的释迦摩尼佛 能帮你什么 你归一的师父在宜兰 你只要对 经过雪山隧道 还找得到 你所归的释迦摩尼佛 你怎么去台里找 去尊 去台里找 莫非要到三亿 到三亿的那个 对 对 佛像天心找 对 所以各位 这个叫做心外求华 这个诸位 他有很深的意识 各位 他有很深的意识 所以这里面所讲的 这里 这里六徒这么讲 他说 无相三归 各位 无相 你刚才讲的就是四项 当然好讲的吗 所以我们说 佛是释迦摩尼佛 法 就是我们所讲的 三藏十二部经典 生 就是出家人 这个叫做四项三宝 这个叫四项三宝 那六主大师所讲的 要讲无相 对 无相三归 就是无相三宝 讲的 就是如来 真实意给你听 好 那各位 那你现在注意看 所以六主一开始 各位 六主一开始 他就直接把他的理讲给你听 他说 归一绝 有没有 事实上我们一般讲的归佛 有没有 他就讲归一绝 绝就是佛 两绝尊 各位两绝尊的意思 就是福会圆满的人 两绝尊 不要解释说两条腿 各位两条 不要解释说两条腿 各位这个组 就是具主的意思 就是福会具主 福会圆满的人 归一阵 阵就是法 阵就是法 各位 离义尊 你只要明白阵法 你自然会离开一切的欲望 你自然会离开一切的欲望 归一尽 这个尽呢 就是身 身保的身 叫做众中尊 各位 身的意思就是无尾的意思 就是亲近无尾的意思 各位 所以亲近无尾 是所有的人 所羡慕的 所尊重的 所以叫做 众所尊 字以呢 更深的意思 接下来六主 就开始为各位说 接下来六主 就会为各位说 那各位 接着看 第四行 从今日起 就是从今日去 称觉为师 更不归一邪魔外道 以自信三宝 常志正名 各位 这里面 从今日起 的意思就是 从你归一的那一天 那你会说 是我现在还没归一 从你懂的这一天 这样了解吗 从你懂的这一天 你虽然还没有形式上归一 如果你 我这节课讲了 你懂了 就是从现在开始 从现在开始 你要称觉为师 各位 这个觉呢 我们先以一般的说法 你要以觉悟的人 来当你的老师 我们先讲一般的说法 你要找一个觉悟的人 来当你的老师 那诸位 我现在请教你 各位 你现在到哪里去找个觉悟的人 各位 你可不可以登报 你可不可以登那个头版条 登说什么 世间假设有觉悟的人 我愿意呢 对不对 一辈子侍奉他 直到老死 各位 你可以登这样的广告 看有没有人来印证 各位 这个释迦牟尼佛 以前就登过这样的广告 你去看华华金 只要是有人为我讲大成华 有没有 我一辈子 对不对 受他派遣 那各位 那我现在问你的话 是很真实的 对啊 你去找个觉悟的人 来当你老师 你现在要去哪里找 各位 你有方法去找吗 你现在要去哪里找 说说看 看各位 的表情 就知道是死路什么 一条 对 我一句话就给你毒死 死路一条 对 你说谁是觉悟的人呢 对 你会说 圣言法师 是觉悟的人 可惜他已经远起了 你说那圣言法师是觉悟的人 对不对 他忙都忙死了 他会亲自教你吗 你说那 那圣言大师是觉悟的人 你亲近得了吗 而且那个也是你的猜想 对不对 那也是你的猜想 所以 所以 诸位 是啊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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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解释 你 所以你解释 这样的解释 你自己死路一条 你要到哪里找一个觉悟的人呢 所以各位 不要这样解释 这个觉 就是觉性 你要以你自心的决心 为师 你说 哎呀 说你讲这个话 有没有凭据 各位 你看 你看 讲义 各位你看讲义 这个最上成论 就是无主红人 所写的 这个论是无主红人 所写的 他有一段话这么说 就是有人问他 问他说 对 何名自心为本师 意思就是说 对不对 什么 对 意思就是什么是 以自己的心 对 为老师呢 各位 我们是不是唱 我们刚才在上课的时候 有没有这样念 对 我们是不是有称 释迦摩尼佛的名号 所以我们常常说 南谋本师 释迦什么 摩尼佛 诸位 南谋本师 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是谁 是谁 这个 不要害怕错误 你讲出来 对就是对 不对就是不对 释迦摩尼佛是谁 你就是释迦摩尼佛 有一个学生这样问我 他说 其实释迦摩尼佛要 多化我们很简单 他只要现在出现在我面前 我就相信 那基督教也是一样啊 要信基督教很简单啊 只要耶稣出现在什么 我面前 或是只要上帝了嘛 出现在我面前 我就马上信教 对不对 佛出现在我面前 我马上什么 信佛 老子出现在我面前 我马上信道 各位我相信 有人跟你讲过这样的话 有还是没有 有 有些人这样问我 我就直接跟他回答 现在 现在哪一位不是释迦摩尼佛 你怎么说出现在你面前 你就相信 这里面哪一位不是释迦摩尼佛 哪一位不是出现在你的什么 你的面前 是你自己看不到 各位 是你自己看不到 各位有一个 对有一个笑话是这么讲的 对 有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对 有一天在一个小岛上 结果那个小岛上淹大水了 所以他快灭顶了 他就祈求上帝有没有 来救他 对 结果他祈求完了之后 对 就一艘船 对 经过他的面前 跟他讲说 对对对 我来度你上岸 然后那个人说 我不用你救 我在等什么 上帝来救我 诸位 那艘船就是什么 就是上帝 你知道上帝长得什么样子吗 各位 那我还问 我问你 你知道释迦牟尼佛 长得什么样子吗 这感冒险 你的感冒险 是你百周 被无金看不清楚 对 哪一个不是释迦牟尼佛 诸位 我再念一段话给你听 观自在菩萨 谁是观自在菩萨 各位 你很多人都这样解释 观自在菩萨 就是观世音菩萨 那我再问你 谁是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就是 对 就是 就是王子 谁是王子 王子就是国王的孩子 谁是国王 国王就是 就是佛 谁是佛 各位 你经典都是这样读的 昏明就跟你讲说 你就是观世音菩萨 你听到先明白这个道理 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你才可以形成什么 菩萨菩萨蜜 多 死 对不对 物后什么 起修 各位 有看到 悟 悟到什么 原来 原来 我一天到晚在念着 观世在菩萨 原来那个观世在菩萨 原来就是我 对吧 结果你都怎么样 你都背道而耻 为什么你都背道而耻 因为你都把心筋 掘在 甲这边后边 对不对 做扣山 你后边 掘那副心筋 你每天在念观世在菩萨 却 却不认识你就是观世在菩萨 你说 要怎么收 认识我自己就是观世在菩萨 我终于明白这个道理了 接着 接着 好好修行 务后什么 起修 好好行 波罗 波罗 你才能够什么 政务说什么 照见 无印皆空 度一切什么 苦恶 照见 见 见就是见性 各位说这样会太亲密 哦 适派 不好意思 各位对 都听得懂哦 都听得懂 我就毫无保留的讲 我毫无保留的一直讲 你都好好听 那各位 心筋 你还听过 人家这样解释过 版权所有 四达官 没有啦 开放版权 各位我今天所解释给你听 你会觉得说 我为什么从来没有听过 但是我所讲的都不是我乱讲的 我跟你讲的从头到尾 都是按照这样的华语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各位 所以 所以你要明白说 对不对 自信就是自己的老师 你不用怀疑 接着五主红人怎么回答呢 答曰 此真心者 自然而有 不从外来 不属于修 各位 自然而有 画起来 不属于修 画起来 刚才下课 有同学问我一个问题 师傅 当正道之后 是个什么回事 各位 我还没正道 但是经典上告诉我们很清楚 所谓正道 不是三头六臂 所谓正道就是 所谓正道就是 见性 好 注意 见道就是 见性 就是我们所讲的 明信 见性 见性 成佛 有没有 就是见性 见性的意思 见性的意思 就是 恢复 本来的 面目 就这个样子而已 就是恢复 本来 面目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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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如果您今天怎麼這麼白 白幾隻 多幾個 嗯 這個主委 我現在講這個 這個無主風人 他跟你講說 你的真心 各位這個真心就是佛心 這個真心就是佛心 這個佛心 你本來就有 各位這個佛心 你本來就有 而且各位 而且各位你是誰呢 各位我問一下 來現在換我問你 你是誰 直接回答 你是誰 不知道 你是他的老婆 我再問你第二遍 你是誰 來來 剛才講大聲一點 是什麼 這句話對還是錯 這句話錯 你愛負責 這樣你要半吞 你還說話你就不能睡中午了 各位 其實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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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三四四 他講的話 不是說不對 其實你講的話不是說不對 只是不就近 一般他講未來佛 很多人不會說他的錯 你的未來佛 那個未來兩個字 要去掉 那個佛後面要加三個字 ing 對不對 現在 進行是 你講什麼修正來啊 不過他也要發聰明 你如果不相信 你只要回答的出來 過我發聰明 為什麼你現在是佛 你有沒有劇足三十二項 八十種好 有還是沒有 蛤 你不要轉移話題啦 那 哈哈哈哈 各位 你們常常會認為說你們懂 但是人家要給你考慮 怎麼 你嘴怎麼 都會搭起來 好 你講未來佛 沒有錯 你講說你本來是佛 更是沒有錯 我跟你講 更是沒有錯 我可以跟你講 沒有錯 但是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你敢承擔嗎 各位 如果你說 師父你知道我是誰嗎 你是誰 我是孔子 好 孔子就要孔子的什麼 樣子 你不要看起來像孔子 對不對 孔子要孔子的樣子 你說你是佛要佛的什麼 的樣子 佛要佛的樣子 來各位 我們現在剛才是輕鬆 現在拉回一個嚴肅的話題 什麼嚴肅的話題呢 比如說這個 來欣賀 你開悟了嗎 不是啊 你開悟了嗎 不是啊 你說你 我這樣講啊 你見信了嗎 啊 你成佛了嗎 其實各位 其實有時候你們 有時候你們好像懂 但是你們會好像又不懂 事實上你們的 事實上你們的內在 都是在等待成佛 我有說錯嗎 事實上你們的內在 都在等待有一天 你會大策什麼 大悟 我有說錯嗎 甚至你們在等待呢 你有一天 你可以往生什麼 极樂世界 我有說錯嗎 這樣的想法正確嗎 未來心 不可得 你現在的想法都是邪見 都是未來心 那諸位 好 所以 所以請你拉回來 那我現在直接 那我直接 這麼回答 各位 請你翻開 69頁 好 69頁第二行 你看 你看中間 本性是佛 離性無別佛 畫起來 應該畫過吧 各位有沒有看到 本性什麼 是佛 各位 本性是佛 接著 翻開 73頁 接著翻開73頁 第一行 甚至是 凡夫及佛 畫起來 好 各位 你相信嗎 我現在 將 將 這個都是六祖說的 好 所以 所以我再重新 問你一遍 再重新 問你一遍 你是誰 你是佛 你還有煩惱嗎 你已經沒有煩惱了 知道是佛 就沒有什麼 煩惱了 所以現在你就 顿見什麼 各位 你為什麼不敢講呢 主位 說越大聲的 越確信的 越緊 大車大怨 說越小聲的 各位 心虛就是小偷 小偷 偷走自己的心 那各位 那各位 所以我現在很肯定跟各位講 你本來 就是佛 龍說四個字 本來 是佛 請你 永遠 切記這句話 本來 是佛 不用懷疑 各位 本來 是佛 你不需要再起個念頭 要期待 未來什麼 成佛 各位 你不要起這樣的心 起這樣的心 對不對 你已經掉入三星 不可得 所以 各位 我告訴你 你本來是佛 你不用懷疑 你們在上六組談經 的同學 這個概念 之前應該就講過 但是大家 只把它當成一個名相 聽過就算了 對還是不對 你對這樣的話 有沒有震撼過 我告訴你 很少有人震撼的 很少有人震撼的 對 為什麼很少人有震撼 六組說 本來是佛 對啦 六組講的 我不敢反對啦 但是我的腦袋始終 认為我現在是什麼 恍惚眾生 甘震撼 這樣你有沒有人格分裂嗎 各位 你真的喔 你在讀經典 跟你內在深圳的想法 真的是抵觸的 有沒有 很衝突 相當的衝突 對啦 佛祖教啦 對啦 我是佛啦 對啦 我自信是佛 但是我明明知道 我現在是凡乎 貪嗔痴 习氣那麼多 所以你這句話 根本沒有聽下去 你完全沒有聽下去 我跟各位講說 為什麼禪師跟 沒有學佛的人 講了兩三句 他為什麼能夠開悟 因為他就是 聽下去這一句話而已 他從來不知道 結果那個禪師 為他開示 對不對 自信是佛 他就去起了 他百分之百的確認 我就是佛 但是各位 但是 但是各位 你現在可以提出質疑 各位我讓各位問 各位 我現在 我現在提出這一句話 本來是佛 我讓各位提出質疑 你來問我 你有任何問題都來問我 你來反駁我 這個問題 我回答給你聽 來各位 請問 所以我們還沒記住三十二項 對不對 好 請看金剛筋 我早就準備在等你 請看金剛筋 來各位你看 各位你看第七項 好各位 我先讓你看第十九項 我再再倒回來 你會比較清楚 第三項 講得很好 各位 第十九項 第三項 各位我念 念一下 你注意聽 世尊 问虚菩提 虚菩提 于意迎合 可以三十二項 见如来佛 不也 世尊 世尊 這句話什麼意思 你 那這什麼意思 諸位啊 諸位啊 我這樣跟你講 三十二項 不是佛啊 哈哈哈哈 各位啊 來 諸位 這個叫做抱身佛 旁邊寫個抱身佛 抱身佛 不是佛 我講話 我講話我承擔 你是一二道生 你是一二道生 你現在承認 你就是抱身佛 那諸位 佛有三生 對 一個抱身 一個什麼 一個化身 來各位 請翻開 第六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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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行 你注意看 西菩提 佛提 余意迎合 可以身相 得見如來佛 不也 世尊 不可以身相 得見如來 这个身相 就是兩千五百年前 兩千五百年前 那個歷史上的 釋迦牟尼佛 这个叫做化身佛 化身佛 印以合身 得度 即化合身 这叫做化身佛 各位看到了吗 可以以化身佛 建如來嗎 不也 世尊 不可以 来 新和 新正 我已經回答你問題了 你了解嗎 各位 我剛才故意问你们 你有基礎三十二 对 三十二項 八十 八十種好吗 諸位 为什么 各位 为什么 我们觉得是还夫 为什么我们觉得是还夫 你就说我现在就是还夫 为什么 实物你说我是佛 我又没有像佛呢 我三十二相 我又没有像佛有神通 我又没有像佛大放光明 我又没有佛那个能力 我又没有佛那个智慧 你的内在是不是 一直在佛认 是还是不是 现在金刚先跟你讲了 硬化身啊 有没有能力 硬以合身 得度及化合身 有没有能力 金刚先跟你怎么讲 那不是佛 你看到了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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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讲得好 嘿 一百分 讲得好 一百分 我说你本来是佛 就是化身 火 就是这里所讲的 如来 如来 就是化身 所以我跟你讲 你就是佛 所以经典常这么讲说呢 再胜不争 再还什么 不解人 就是这个意思 各位 我刚才跟你讲的概念 你以前有没有听过 奇怪 你们为什么 我今天讲的话 你们为什么 以前都没听过 有没有其他化身在讲 各位 我这本金 多百年 你们都给你印作 你们应该没你看 虽然你金刚军已经冲得快一万遍了 各位 不可以这样见如来 所以金刚军 所以金刚军跟你讲说 还所有相亲 是什么 虚妄的 若见诸相 非相 即见什么 如来 再来这么讲 若以色见我 因身求我 世人行邪道 不能见什么 如来 你讲的硬化身 就是现象 你讲的三十二 三十二相 也是现象 只要是修来的 来 其实我这句话 只要是修来的 一定有消失的一天 只要是修来的 一定会有消失的一天 只要是修来的 就一定是生灭化 这样知道吗 生灭化 就一定呢 有没有 有一天 佛性是不是修来的 不是啊 所以你看 不属于什么 修 那你这句话 这样了解了吗 不属于修 各位不属于修 所以我今天 一定要 各位一定要 打破你这个观念 对 所以刚才 这个同学问我 我已经回答了 各位 你还有没有问题呢 有问题 请问 我给你回答到 我给你做 是没有问题的 还是不敢问 还是不知道 问题在哪里 还是 还是不太印象 你不问 好好来 快你问 好 讲得很好 有人问神会 就是六祖的弟子 神会 神会禅师 有人问神会禅师说 对 禅师请教 众生的佛性 跟释迦牟尼佛的佛性 一不一样 你知道神会怎么回答吗 注意听 他说 亦同亦不同 要注意听这句话 亦同亦不同 各位 人家禅师 不说真严重 知道吗 不会 你看到什么 你就印什么 各位 我们一般人 是不是这样 看到佛 看到佛性怎么讲 你就会直接这样 人家禅师 会答到他的意思 亦同亦不同 各位 哪里同 他说 就像黄金 哪里不同 就像黄金所做的契机 不一样 那各位 那是神会禅师 神会禅师的回答 现在换我回答这个问题 好不好 来换你问我 来来 蔡徐师你问我 不是体跟用的问题 是修不修的问题 修不修的问题 不是你同样问 你问我 众生的佛性 跟佛的佛性 来 问我 对 我已经回答他了 对 我现在的意思是说 神秀这样回答 神会这样回答 各位 我现在回答给你听 众生的佛性 跟佛的佛性 到底有什么差别 同不同 啊 各位 众生的佛 跟释迦牟尼佛的佛 同的是法身 不同的是道身跟化身 同的是法身 不同的是道身跟化身 就是法身 是报身跟化身 离 不是 佛性就是佛 佛性就是佛 没有错 啊 对 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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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别 那一颗心 没有差别 成佛也是那一颗心 做众生 也是那一颗心 法身 同 化身 报身 对不对 因为 各位 你们现在有没有报身跟化身 没有 你们为什么没有 因为你们没有修 我刚才不是讲的吗 只要是修来的 化身跟报身 都是什么 修来的 这样你了解吗 所以各位 来 对 佛有没有继续在修呢 对 佛都在做事 心没有这一回事 讲完了 对不对 佛都在做事 对 他已经没有这个事了 好 那 啊 十五一众生可度 那是你讲的 哈哈 来各位 来啊 等一下 听听听听听听 所以成佛的时候 有没有报身跟化身 成佛的时候 有没有 除了法身之外 有没有报身跟化身 有还是没有 有 要注意听啊 各位 要注意听啊 所以请翻开 三十九月 第一行 西菩提 如若做事念 如来不以 祭族相顾 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西菩提 莫做事念 如来不以祭族 对 祭族相顾 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西菩提 如若 如若做事念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者 说诸法断面相 莫做事念 各位 对 你看到这一段吗 不要说佛没有什么 不要说佛没有报身 没有化身 这样你了解吗 各位 成佛就一定 祭族三生 成佛就一定 祭族三生 但是 但是不可以 色身 得见如来 都可以 报身 得见 独来 这样你看到的吗 为什么不可以呢 各位 我告诉你 为什么佛要报身呢 最主要是 度化菩萨 所以事先 报身 来度化菩萨 反乎看不到佛的什么 报身 那佛为什么 我为什么事先化身呢 是为了度二成人跟反乎 所以才事先化身 这是佛的慈悲 这样你了解吗 一样的道理 等下停 你 你现在 你现在三生就记住 各位 你们蔡基士的佛性就是化身 他现在 你看得到他这个身体呢 就是化身 他现在跟我讲话的 就是报身 我讲完了 各位 我以上所谈的 了解的人举手 你们要支持 我要做民调啊 不然我怎么讲 好 放下 你们听不懂的再问 各位啊 有时候我回答你也清楚 你也听不清楚 你知道吗 各位如果我直接给你回答说 我直接给你回答说 对了 你的法身跟释迦摩尼佛的法身是一样的 我只要这样跟你回答就好了 也就是说 对不对 你的心跟佛的心 对 都是同样的那颗心 但是因为什么 但是因为你不肯承认 我才要解释给你听 因为你不肯承认 我刚才在破你什么 在破你说 你又没有三十二项 我在破你说 你又没有神童 让你了解我一次吗 我是 我是在破你 其实金刚金就是要破你 有没有 因为你执着嘛 所以你不明白 所以佛就是要破你的执着 所以 对 所以你本来就是佛 不属于修 那各位 但是如果你不明白这句话 你从此就不要修 那这样对不对 这当然不对 各位 这当然不对 物后要起修啊 所以这里面讲 不属于修 就是法身佛的意思 他是不属于修啊 不论你在 不论你在任何的城市当中 对不对 他从来没有消失 所以各位 所以你要福慧双修啊 你才能够聚足什么 三生啊 你没有福慧双修 你怎么有办法聚足 对不对 聚足呢 对 但是聚足三十二项的人 并不一定是佛 转轮圣王也聚足什么 三十二项 各位 这一点是你要注意的 你在看金刚金的时候 各位你要会看金刚金的 啊 诸位 厌则上 你自己的问题 你要缓问你自己 然后将你的问题 自己一一的消除 你才能够肯定 本来是否 各位我要解释给你听的意思 就是说 本来是否 对 我是 我要直接告诉你的是这个 不然你的邪见 会障碍你 你的邪见虽然是本来是否 但是有没有作用 没有作用 就好像说什么 你本来 你本来就是笔而盖之 你本来就 你本来就是很有钱 但是问题呢 你根本 你根本的不知道怎么用 对 为什么根本不知道怎么用 因为你不相信那些钱是你的 各位 你不相信那些钱是你的 各位 法身佛是不是你的 就是你 就是你自己 你不用怀疑 对 然后 如果我又还没修 法身佛不属于修 所以不属于修 所以会跟你讲说 你本来是佛 所以请你直接活在当下 各位 我本来是佛 请你活在 活在你本来是佛 这个当下 就在这个当下 的过程当中 你可能 就会悟到 甚至你会见信 那各位 那各位 关于本来是佛 还有没有问题 没有了 来 来年轻人 我问你 佛会不会起烦恼 不会 那你现在会不会起烦恼 这样有没有矛盾 矛盾 各位 矛盾 来年轻人 来我轻轻一波 注意听 轻轻一波 佛没有烦恼 所以不要创造烦恼 佛没有烦恼 请不要创造烦恼 烦恼本来就没有 各位 怀恼本来就没有 各位 自己之前有自卑心的人举手 有自卑感的人举手 有自卑感的人 好 放下 来 现在请教你 自卑心作祟 你几岁之后开始有自卑心作祟 你从婴儿的时候就感觉了还是慢慢长大才有感觉 所以自卑感本来有还是没有 本来就没有 所以 所以佛不会起烦恼 他本来就没有 你们不要误会 对啊 使我无名这么重 本来就没有无名 但是各位 但你偏偏要说有 我偏偏跟你讲没有 你偏偏要说有 你说我怎么鼓励你 我怎么帮助你 各位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比如说你们是父母 你们对你的孩子 真的是牺牲奉献 你 你这一辈子都是为你的孩子 对 在互出 但是你的孩子只要起个念头 对 他只要生起一个念头 他只要觉得父母亲不爱他 请问一下 不爱他的念头是真的还假的 他认为有 那个概念 事实上那个概念 是不是就障碍他一辈子 是还是不是 但是你说父母亲 有没有不爱他 但是他一要生起这个概念 你说父母亲怎么办 那各位一样的道理啊 我们的父母就是佛 对不对 事实上佛看我们 我们也是佛 这样了解吗 但是我们这一群佛 偏偏要跟佛唱缓调说什么 说我们是众生 所以你看我们的 我们的父母诸佛菩萨 你说他怎么办 你若是这样想 他有通天的本领 他也没有办法 这样对不对 是啊 所以各位你看到了吗 你为什么会这样说 为什么会自己创造 对为什么会自己创造 对啊 你为什么会迷失 你为什么会迷失 各位你为什么会迷失 你在怀疑我有迷失吗 现在这样在问话的人就是迷失 各位我几个最简单的意思给各位听 你有没有孩子 你现在有没有孩子 几岁了 十六 你的孩子想不想成功 但他现在成功了吗 还没 他以后会成功吗 以后会成功吗 几岁会成功 几岁 我们就抓个五十岁好不好 好不好 我现在做你儿子 好不好 我做你儿子 你俺父母 知道吗 我现在 我十六岁应该还在读书吧 我现在回来 我现在每天回来 我都 对 从没苦脸 来 请你来安慰我一下 请你来安慰我 我现在都从没苦脸 请你来安慰我一下 因为我想成功 我想出人头地啊 这样活着才有意思啊 阿爸你说对不对 阿爸 对哦 阿我都没成功 我怎么会快乐 我十五岁了 我现在都没成功 我怎么会快乐 阿爸 你让我开始一下 你让我开始一下 你只会没有成功 说钱啊 说钱啊 没钱 说没有啊 没 说钱啊 没钱啊 说地位啊 没 连费 连费 就没 我直接不成功 我现在把我大哥大娘 我是在那里说 请一下 你现在开始改变你的想法了 对不对 你是不是开始改变你的想法 想要来跟我讲说什么 他是不是要改变想法 告诉我说 亲爱的孩子 其实你现在就什么 很成功 你为什么这样说 所以各位 我现在所讲的话 事实上就是化身在你的家庭 你的孩子 你的先生 你的太太 家人都一样 因为他掉了什么陷阱 他认为他现在没有 是还是不是 他现在认为说 他没有快乐的理由 他没有成功的样子 他没有幸福的条件 所以各位啊 你叫你传统的方式 你还要 meditation 他是说建造 我现在给你教 叫做顿悟 你会把腹肯在家 教你们的顿悟 对不对 你现在就成功 你现在就快乐 你现在就幸福 你那时候要教 你会教吗 你会这样教吗 各位 但是当你不承认 这个样子 那我现在就不幸福给你看 我现在每天就闭闹闹吵 你怎么办 你是不是开始想办法 又要安慰我鼓励我 你还不是要开导我 那各位 这个跟你安慰你的孩子 跟我现在安慰你说 有没有 你本来就是佛意思 有没有一样 本来就是一样的意思 但是你为什么都一直 要把我推开呢 你为什么都不理会你的佛性呢 你为什么都没有看到 你所具足的东西呢 你为什么认为说你没有呢 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那你有什么感慨 什么叫立场不一样 他自己也不成功 他自己也不幸福 他自己也不快乐 他自己也不是佛 没有啦 所以我现在给你抗坑 抗坑之后 过来你回家 给你拚 抗坑 因为我会是立场的问题 因为我就是知道 他自己也不成功 他自己想到说 那你不成功 本来是我 那回到我的历史 我说想要来跟我 刷一件事的时候 小时候转的时候 我就转得像您的立场一样 那你会不会 你就转成 你永远是我就好了 那你就永远很成功 你就永远很快乐 那你就永远说 所以我跟你讲 其实讲这个概念 跟各位这样讲 事实上你觉得很难懂 各位 你把它变成一种生活 变成你人生 所亲自所遇到的事情 你会觉得不难懂 只是你一直什么 不承认 各位为什么一直不承认 我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好了 比如说我们这班同学 有没有 比如说我们这班的 比如说我们这班的同学 比如说我们这班的同学 下个月我招待你们 到瑞士时天 好不好 好 对不对 好 那我请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时候开始在玩 什么时候开始在玩 我们下个月十一月以号 我招待你们到瑞士旅游十天 请一下什么时候开始在玩 要不要回到瑞士 然后下机场之后 才说从此刻正式在玩 那就是笑的对吧 各位 一般人也不会这样讲嘛 对不对 各位 如果我从此刻跟你讲 你就开始高兴了 对不对 你就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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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里 痛痛痛痛痛 其实从此刻你的心已经了吗 已经在玩了 他不是需要到达目的地 然后他才是那个样子 不是这个样子嘛 所以你们观察你们日常生活当中 对 事实上你要明白敦悟的概念 敦悟的概念就是这种概念 你本来 你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对 所以大家 我说这个概念 有的人不懂 有的人重视懂 他也不敢承担 所以有效吗 只要你不敢承担这个概念 对你一点什么 意义都没有 说你是佛 我干脆说你是犯夫就好了 你是犯夫啦 你夹中心当 所以你慢慢来修啦 我干脆 我也不用跟你讲 那么多口水 各位 各位 我用这些 我就送给你的讲法讲 这是根气的问题 因为你是这种程度 所以我就这样讲给你听 原则上也 除了他程度很好 不然说法的人 一定是按照 重生的程度 讲给他听的 要注意这句话 一定是按照你的程度 我讲给你听的 那各位 现在快十二点了 你们希望下午之后 听什么样的程度 下午之后 你们想听什么程度 听普通的程度就好 还是什么 答不出来 不要吃坏 各位我告诉你的 就是最真实的 无二亦无三 唯有一佛成 其他都是 其他都是无量方便说 各位 无量方便说 想要听更高的 我们下午可以再继续讲 讲到101 101大龙 现在问题是 早上所听的 等一下吃饭 吃大口小胸 有问题呢 一点 然后再问我 好下课 会儿 再问我们吗 那是 我 是 我